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天地有正起 長陽人海裡 天涯奔浩瀚 紅塵無邊際 那紅塵無邊際 层层名合理 那是非不得已 梦里哭嘴寻 醒来一唱戏 我醒来一唱戏 天地又争气 人间情何意 鼓来多少事 我心怀一个你 想看无限情 情深不容易 遍离抹青夜 那天地 又早起 哥们你好 欢迎收看笑的故事 在咱们中国画坛上 有很多知名的画家 他们的作品 通常都是以山水为主 或是花鸟闻名 但是在他们成名之前 往往会经过一段漫长的努力 而这段努力的过程 通常都是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然也有许多感人的笑的故事 好 别人 晚上 走 往后 山水为主 大哥 继续 走 拜托 救命呀 帮我 帮我 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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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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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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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四两了 谢谢大叔 谢谢大叔 谢谢你大叔 谢谢你大叔 大叔 谢谢你 小兄弟 这五十两银子给你 大叔 你就收下吧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小兄弟 我看你年纪虽小 却很有画画的天分 你愿不愿意到我画铺里来帮忙呢 好心的圆外收留了敏珍 不但让她在店里帮忙 还鼓励敏珍努力画画 失去爹娘的敏珍 就这样在圆外家常住了下来 但是对父母的思念之情 却越来越深 尤其遗憾的是 当初没有把父母的像画下来 如今像画却找不出 可以参考的形象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 明珍已经长大了 好 好 你会再画伯父母的像吗 嗯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愿 要不先喝杯茶 歇一会儿待会儿再画 秀琳啊 你爹睡了吗 我爹啊 刚才跟他在大厅聊了一会儿 这会儿你得回房了 哦 时候也不早了 你也该回房休息了 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喜欢看你画画 自从啊 我来到你们家以后 你爹就这么照顾我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样报答他老人家才好 真哥 你快别这么说 其实你也帮了我们不少嘛 我爹一直都很喜欢你 不然 他也不会让你在他最心爱的书房里面画画 来 秀琳啊 我有个东西送给你 这话送给你 谢谢你 真哥 喜欢吗 嗯 喜欢 原外在敏珍二十岁那一年 把女儿许配给她 而且还答应敏珍的要求 让他们夫妇两人除外争斗 离开原外家之后 敏珍和秀琳 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 但是两个人却相当的快乐 尤其是敏珍 仿佛又见到当年父母亲的生活一般 卖鱼卖鱼卖鱼 新鲜的鱼啊 这位大爷 这您的话 谢谢您啊 过一阵子啊有新话 带你给我来看 谢谢啊 大爷 慢走啊 你这个臭小子 你在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同情我跟鱼来了 不小心 怎么会这样的 哪里哪里 怎么回事 打你 这还怎么了 來啦,敏兄啊,這個臭小子偷我的魚啊 別打了,別打了 送官府去算了,弟弟,來 別怕,他不會再打你了 大叔 這麼小就偷東西啊,不送牙子 這麼小就偷了,叫他長大怎麼辦 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啊,為什麼要偷魚呢 我叫小豆子,我爹我娘都死了 留下了一個老奶奶 我奶奶眼睛快瞎了 我想替他補一補 可是家裡又沒有錢 所以只好用偷的 小豆子,孝順奶奶是應該的 可是你偷魚卻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來,這些錢你拿著 去幫奶奶找個大夫,剩下錢 買點補品給奶奶補一補 以後別再出來偷東西,知道嗎 好啦,快回家了,好好照顧奶奶 謝謝你,大叔 小兄弟,等一下,等一下 這條魚啊,拿回去給你奶奶補一補 謝謝大叔,謝謝大叔 快回去吧,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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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哥,吃飯了 好 不知道小豆子有沒有主意讓奶奶補眼睛 這小豆子也真可憐 如果他在失去唯一的親人 心裡頭一定會很難過的 那麼小的年紀沒有親人 實在令人同情 這小豆子讓我想起我小的時候 不過,他可比我幸運多了 至少有個老奶奶可瘋癢 而我 我卻什麼都沒用 就連爹娘的樣子,我都畫不出來 我實在太沒有用了 佳哥,你別想那麼多了 如果爹娘還在世 我想他們一定能夠了解你的苦心的 吃飯吧 為什麼畫了這麼多年 我真是畫不出爹娘的樣子 爹 娘 還沒用 我就連你老人家樣子 我都畫不出來 我真是太沒有用 我太沒有用 真哥,別再責怪自己了 或許,實在思念爹娘 無法記下心來好好的畫 我是不懂什麼畫畫的道理 記得小時候有一回 爹買了一幅由瀑布的山水畫 我就問爹說 為什麼我看不出這幅畫有什麼特別 爹告訴我 欣賞畫是要用心去體會 而不是說只是用眼睛欣賞而已 於是我就閉上眼睛 想像畫裡面的風機 以後每當我在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心裡就覺得倆快了許多 有如置身其境的感覺 秀琳 謝你這番畫 我想我知道我該怎麼做 那我就不打擾你 你慢慢畫,我先去廚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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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是爹和娘 原來爹娘長得這麼慈祥 如果他們還在的話 真不知道該有多好 憲哥,您這畫的是咱們的爹娘嗎 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爹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次突然畫得這麼好 這像畫得敘事如深 好像爹娘就在我們身邊 爹 娘 孩兒終於聊這雙心願 從今以後 我們就可以時時刻刻在一起 讓孩兒早晚燒香 盡點孝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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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老爺,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忙嗎? 這位姑娘,請問這畫像是誰畫的? 這是咱們家相公畫的 我可否跟他說這句話? 好,您請等我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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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得太像 這神韵二十年了 還是這樣 請問您是 請問這位兄弟 可否知道 這對夫妻的下落 我是這對夫妻的 多年前的老朋友 二十年了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这正是在下的双亲 那你就是敏真了 正是 当年还是小娃子呢 如今已经成家立业了 那大哥大嫂还好吧 我爹娘他们在十五年前就去世了 大哥大嫂他们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找他们 就想报答他们当年对我的恩惠 没想到他们 这位大叔 您的好意 我爹娘 他们在九泉之下 也会信令的 对了 明天呢 你的画像实在是画得太好了 可否到我那去 也为我母亲画一点像 当然可以 真哥 喝杯茶吧 好 真哥 我们的声音真的是越来越好 是啊 怎么 你有心事啊 我们的日子虽然是好过多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跟我小时候一样 三餐补鸡 甚至还要卖身丈夫 我每次一想到这里 我心里头就好难过 那也是你有办法的事啊 有办法 我决定了 我要替全天下的孝子画画 凡事要加平的孝子 都可来说话 到时候 他卖的钱 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可是天下有这么多的可怜人 你这么做 只会害苦了你自己 也不一定帮得了所有的人啊 不会的 就算是爹娘地下有志 他们一定也会赞成的 而且 这算是回报 你爹当年对我的养育指纹 就算是爹娘地下的孝子 多多 你这幅画画得真好 已经好久没有看你画深水画了 是啊 自从敏珍赠画给穷贵人家之后 许多因为贫穷没办法生活的人 分分起索一幅好画 便卖了贴补家用 那么敏珍虽然因此花费了不少的心力 却上不到半毛钱 她也不以为意 反而认为这是报答父母亲和园外最好的方式 也因此敏珍学画补汉的孝行也就传了开来 各位朋友 现在很多人在父母亲过世之后 花了大把的钞票修建豪华的坟墓 或者是研究风水 那么这到底是为了父母亲还是为了自己呢 其实对于父母的孝思应该长存在心 或者是像敏珍一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您说是吗 今天故事说完了 希望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笑的故事 再见 干江江江江水时过 苦苦甜甜一般 鸡鸡茫茫苦吹秋 寒寒暖暖苦春秋 朝朝暮暮迎假期 眉眉哄哄白了头 时时备备和日聊 斑斑恼恼几时休 明明白白一条路 往往前前不肯休